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视频拍得不错呀 这个小哥哥好帅 对呀 大家好 大温地区风和日丽 我是你的地产经纪 Jerzy Lee 室内设计谁给力 大温地区找Sunny Hello 大家好 我是Sunny Sunny小姐姐今天你找我有什么事情 最近看你视频拍得不错 那我们这边刚好有个Airbnb的project 所以想带你过来看一下我们的before OK 看一下之前和之后的效果对比 来体现一下你的功力 OK Let's go 好的 那我先给大家先介绍一下 我们现在这个房间的一个构造 首先呢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 面积比较小的一个仪式厅 那现在的屋主呢他想要做一个Airbnb 来作为一个长期的投资 所以他找到我们来做一个改造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客厅 旁边呢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 两人用的一个小餐厅 然后这边是一个小面积的一个厨房 然后呢我们往这边走呢 往里面走呢就是一个 房间太大他迷路了 卧室 对 这边就是卧室 然后现在我们看到的东西呢 都是现在上 那个屋主留下来的东西 我们可能会 之后呢有所改变 然后会变得整体 整个感觉都不太一样 先生姐姐 平时你做的都是大豪宅的项目 怎么今天会想起做这么一个 比较旧的房子呢 其实我们不仅仅会做豪宅 我们也会承接一些 比方像这样的 Airbnb的一些项目 一些旧房的改造 我们都可以再做 这种项目呢 很多人都会很感兴趣 因为是他们利用自己的一个 出租的一个单位来做一些就是 改变 然后就可以把它做为一个 投资的一个Airbnb的这个项目 所以说还是 满多人会找上我们的 我来做一个小客户 Airbnb又叫短租 是非常好的投资方式 比如说像这样一个大房子 可能在搬债底 大概是200万到300万之间 那它在后面 隔出了这样一个 独居 独入 独立出入的一个空间 大概500多尺 可以出租给留学生工作的人 或者是旅游来的人 如果他考虑旅游过来的人呢 就可以用Airbnb的方式 本来这个空间 可能只能出租 一个月1000块钱的收入 这样做成Airbnb以后呢 就可以到1500到2000一个月 那下面整体 再带我们看一下 哪里可以需要性感 好的 那我们先从进门的位置 开始介绍 像现在我们一进来以后呢 看到的这个是一个 比较简陋的一个鞋架 那我们到时候呢 可能会整体把它 就整个把它拿走 因为跟我们想要布置成的那个风格 有点格格不入 所以这个东西我们一定会 就是之后你就会看不到了 然后呢来到这边呢 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客厅 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呢 只是一个空的房间 就是没有任何家具 但是之后呢我们首先会 你看看到这边墙 现在我们虽然是整个家都是刷成的白色的颜色 但是呢我们会觉得有一点太plain 就很boring 所以之后我们考虑和把这边墙 整体刷成一个复古的墨绿色 摄影师当时害怕极了 来给这个家增加一些格调 对 然后呢我们会在这个地方 放上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个 两人的一个小沙发 地板呢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比较 就是比较古老一点的这种瓷砖 显得比较冰冷 并且也不是很现代 也不好看 那我们就想说 可能未来呢我们会在这边 就是结合一个比较有这图案的 就是那种带有复古元素的一个图案的一个 小地坛 然后呢会放在这边来减少这种地图 一个小砖带给我们的冰冷的感觉 然后还会可以营造出一种比较温馨的一种感觉 所以这个是我们之后可能会做的事情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边呢 现在是一个就是比较简陋的一点的一个电视柜 对我们到时候也会可以可能会把这个走 然后呢我们现在放在上面的电视呢 我们会把它整个就是挂在墙上 这样的话 首先一来是提供了这个客人 他们可以有这个就可以在这边很舒服的可以看电视 就是relapse 另外一个就是这边就不会很在我们的位置 整个就会可以清空 对 所以就是我们对这个将来会做的一些改变 谢谢 那这个区域你的预算大概是多少呢 地坛加入刷墙 加上变成悬挂什么 这个电视 是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应该不会花很多钱 首先我们这个地砖是不会改变的 对 那我们如果说是想要做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东西的话 我们首先会考虑做墙面 墙面的粉刷 那墙面的粉刷我们只会刷这一面墙 和旁边的那个diving room的话 可能加起来以后也就是五六百块钱 所以这对很多的这个homeowner来说 都是非常可以承担的 对 我想问一下 用的墙面要换成墨鱼性 难道是 要想生活过地区 头上层的 带的律望 倒也不是这个问题 因为现在呢我们看到的这个房间 因为它空间比较小嘛 然后它也没有什么特色特颜 它的我们看到的比方说它的cabinet也比较老旧 对吧 所以我们想要说成就是按照这个它的风格 要怎么样可以在花费很少的这个情况下 可以让它就是upgrade 首先就是做一个墙面 我们会把它做成一个带有复古颜色 就是墨鱼色 我们想把它布置成一个整体有一种波西米亚感觉的一个 波西米亚 对波西米亚 波西米亚除美女 其实波西米亚在哪位 不知道 对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波西米亚风格 对然后我们就把它刷成一种就是有强烈的颜色冲突的这种这种风格 那会给人家一眼看上去就会有一种 哇塞 对就是很很很不一样一个一个 在这一见钟情爱在西米亚 波西米亚记住这个词 对对 那下面一个区域我们要看的是这个 下面一个区域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现在这个已有的这个diving area 那下面这个diving呢 我们看到是本来它已经有一个一个小桌子了 那我们现在为了就是可以节省预算的话呢 我们还是同样的 首先把墙面水刷成和那个living room一样的一个墨绿色的一个墙面 然后让它感觉就是它是connected 整个space是connected 然后另外呢 我们现在虽然说这个diving table它比较怎么说看着也不是很好看吧 那我们可以铺上一个比较复古的一个桌布 这样的话呢可能你只会cost差不多20块钱 但是你整体效果就会完全不一样 包括现在我们现在有看到的这个这个chair 这个diving chair 现在就是比较就是很很爱看 对就是很简陋的一个一个塑料椅子 到时候我们也会相应的把它换掉 配上我们有一点复古的做旧的那种颜色的木头色的一个椅子 然后呢这样的话呢就跟我们整体风格会非常的混合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小卧室吧 我已经迫不及待去看看卧室是什么样的 我的波西米啊 对那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这个仪式一厅小单位的这个卧室的部分 对那我感觉呢就是Jersey的眼神已经表达了我们的所有人的心情 对我第一次来的时候也是这个感觉 拥挤还是拥挤 对对 而且现在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本来它空间就很小嘛 然后再加上它现在放了很多这种杂物就是可能是上一个租客我们留下来的东西 我的一米九的大长腿真的没有地方可以安放 对呢 所以说屋主也是料到它这个问题 我们就可能会在这个方面做一些调整 那之后我们可能就会把这些不用的就是什么书架呀 然后离架什么都撤走 这样的话就会空出很多的空间来就显得不是那么的取促 对 然后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地方就是是一个小书桌 那作为以后的一个Airbnb的房子来说的话呢 我觉得它并没有很重要 所以我首先考虑会把这个书桌给撤走 那在这个地方呢 很突兀 对对对 Jersey说的很好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地方感觉好像它这个顶有点往下对吧 它是比较它的顶稍微暗一点 那会给人感觉好像很压迫感 压迫感 对对压迫感又很突兀 所以呢我们也打算把这个书桌撤走以后呢 在这边再加上一个非常具有那种波西米亚风格特色的一个吊床 一个吊椅吧 对一个小吊椅 往来这边 那如果将来的客人在这边坐在这边的话 他可以在这边读读书啊 看书啊 然后就是会有一个很relax的一个小角落 很自然很科学的感觉 是 对然后他就不仅仅说这个卧室不仅仅是一个睡觉的功能 当然我们在白天的时候 就是也可以有一个机会可以坐在这边 那就是做一些你喜欢做的事情 对 再加上你的这个房间呢 现在目前来看的话 我觉得还有一个地方需要改 那就是这个灯 我们看到这个顶灯 因为现在这个顶灯呢是非常没有特色的 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 就是一个顶灯 对 然后但是我们未来呢 想要把它加入一些我们之前想说的 做的就是整体风格 就是那个波西米亚的那种复古的风格 所以我会首先把这个灯换掉 可能我会加入一些藤边的元素或者金属的元素 来让这整个房间整个就elevate一下 对 然后呢 因为像首先这个房间也是白色的嘛 我们就不准备再像客厅一样做成一个复古的颜色 那既然是都是白色的话 首先如果这里这个灯上面如果有一点点金属的感觉 或者说藤边的那种木头的那种黄色的话 我觉得会跟我们的床啊地板呀都会是个很好的搭配 对 包括将来我们这一块墙也会想要说做成一个比较有就是那种艺术感的一个feature wall 那我们可能会挂一些比较有那种民族风特色 然后的比方说一些羽毛呀对吧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什么带一些流缩的一些那种质感的那种东西 包括还有我们的金属的那个像框 就很复古的东西 我们全部都可以把它加在这个这个墙上 对然后让人家从这个门一进来的时候 就整个感觉到说我们就是眼前一亮 波西米亚 对波西米亚 对那我们整个房间就会很有特色 然后也会有比较温馨有艺术感 然后就是焕然一新的感觉 就是希望以后就是可以有很多朋友过来参观 没有问题 对